激光雷达芯片算法还是华为合作方案 现如今成为了很多车企在辅助驾驶层面的宣传亮点 那么同样拥有激光雷达高算力的芯片 甚至同样搭载了华为HI智能驾驶方案的前提下 不同品牌的车型进行AB主动刹车测试 差距究竟还有多大 配置口号喊的响亮就一定能力强吗 本期咱们就看看极核αS全新HI版 Avita 11理想L9以及蔚来ET5 这四款车型谁的AB表现更为出色 毕竟大家看见了以往某某专业机构的硬式测试 咱们就先从非常规但是日常最为常见的障碍物测试 比如说洒落在路中间的轮胎 施工道路上不可缺少的水码 以及夜间偶遇低反射态的塑料箱开始说起 在遭遇道路中间躺倒的轮胎时 只有几乎αS全新HI版稳定发挥 触发AB极限反应时速可达到最高85公里每小时 而反观Avita 11和蔚来ET5 竟然都没有做出任何制动的反应 而Lihan 29的极限响应时速只能达到35公里每小时 这个差距着实不小 而在后续目标障碍物换成了更大的水码测试时 依旧仅有几乎αS全新HI版 可以在最高85公里每小时时速下稳定发挥自动刹停 而本环节其他车型无一通过 这着实有点不应该 这么大个障碍物怎么就没有识别出来呢 再往下看 所谓夜间偶遇低反射态的塑料箱 这个项目对AEB系统的识别能力堪称是地域局的考验 毕竟咱们肉眼都很难观察到的 没错 又是极核αS全新HI版以明显优势取胜 它可以做到最高55公里每小时时速下识别到障碍物 并且完全自动刹停 而其他三款车辆在这种极端成型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以上几个测试项目 四款车型的AEB系统 在实际表现的差距可以看是非常的明显的 几乎αS全新HI版可以说是完胜 这也警醒了各大厂家要及时对障碍物识别能力进行优化和升级 不要仅仅只停留在口号上 而下面环节的测试则为较为常规的行人鬼探头环节 此项目中呢 两款搭载华为自驾解决方案的车型同样优秀 都以65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完全自动刹停 并在更高时速还能做出明显的自动反应 表现优于理想L9和蔚来ET5 而在飞机动车辆横穿马路的测试环节 两款华系车型依旧不负所望 都顺利通过了75公里每小时时速下的刹停测试 而理想L9和蔚来ET5仅通过了35公里每小时的测试 而当车速达到45公里每小时时 就仅有制动减速的反应 还有非常规的侧卧假人测试 你可能说了这样的测试有点太离谱了 但在现实中还真有这样的案例真实存在 比如说有躺在地下车库入口被撞的 碰瓷的 或者说小孩蹲在地上玩耍的等等等等 所以这样测试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该样测试环节中也仅有几乎αS全新HI版 可以在85公里每小时的车速下及时的刹停 而其他的三款车型对躺在地上的假认 没有任何的反应 真是细思极空 通过上述的对比不难发现 几乎αS全新HI版车型 是本次对比车型中AB表现最好的车型 这还真的有点超乎我最初的预料 看来几乎这次有点低调了 这种真刀真枪的实测还是要多做 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几乎的真正能力 通过此次对比试验 也能够说明在硬件装备都非常顶尖的情况下 拼的就是算法 几乎αS全新HI版的AB系统 可以充分地点用三颗激光雷达 因此能够实现更加精准的识别 和更快的响应速度 这种对比测试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不仅可以更为直观地为消费者选车提供帮助 也能促进车企及时对车辆进行优化升级和改进 我是嘉良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新车